现在什么类型的观光工厂都有 而您有想过猪主题的吗 在云林就有一座关于猪主题的观光工厂 来到这里可以了解世界各国的猪 它们的种类 还有全台唯一公开透明的猪肉分切场 能够清楚地看到猪肉各部位的分切过程 来到这里不但能够试到道地的台湾猪肉美食 小朋友还可以透过AR扩增实镜 创造一只属于自己的小猪相当有意思 在投影萤幕前 小朋友透过AR扩增实镜跟虚拟猪玩起捉迷藏 这些小猪有着鲜艳色彩 每一只都不相同 而这些都是小朋友用彩色笔创造出来的 扫描进电脑里头 就变成自己专属的小猪 除了现代科技 还有令人怀念的布袋戏棚造景 在这里只骰子打香肠 小朋友体验早年的台湾风情 坐落在云林 以猪为主题的观光工厂 来到这里可以了解世界各国猪的种类 透过游戏学到各种关于猪的知识 从透明玻璃往下看 这里有全国唯一公开透明的猪肉分切厂 专业人员把猪肉分切出松板 梅花礼姬等各部位 一旁餐厅就能品尝到及时的台湾猪料理 现代人都在担心吃的猪肉 却几乎没看过猪走路 想多了解一下猪吗 春节假期不妨来猪的观光工厂走走 环球黄主阳最无见红与您报道